你怎么又来了 不是了 我们这里不欢迎你吗 你冷静一点嘛 那么激动干什么呢 对不对 有事情找你 你有什么事吗 你的事我帮不了忙 我跟你解释 我跟你解释的事情 粘粮是粘粮的事情 是不是 你的事情我帮不了忙 你走吧 走吧 你听我说嘛 我是有事情来找你 你不要激动 冷静一点 这辆车怎么样 我说 这辆车你买的 对 我给你姐买的 当时给你姐买的 你姐买的不是不要吗 他不要 你开到我这里来干嘛 开到你这里来 他不要 既然都是一家人 他不要 那就给你了 给我呀 嗯 那总不可能给别人嘛 反正都是一家人 我给别人也是给 给你也是给嘛 对不对 咱们虽然 虽然就是我 我上次看看可以吗 坐坐坐 看一下 虽然我跟你姐的关系 但是永远都是一家人嘛 孩子总归是 你是孩子的舅舅嘛 这车还可以 花了不少钱吧 落地27万多斤 28万 怎么样 可以 对吧 我是这么的 真的要过付给我 过付给你 那不是假的 说过付就过付 我骗你干什么呢 那来吧 坐下搜 什么是你坐下搜 我是这样的 咱们都是男人 你看吧 一个作为这个家庭 确实不容易 你看孩子 你姐姐现在一个人带着孩子 都只能有孩子 如果这个时候我不来帮她 她这个收入支出怎么办 那总不可能靠爸爸养她一辈子吧 总不可能让这个孩子去教别人教爸爸吧 这些问题 我当着你的面 我确实以前是犯了错 但我又不是说原则上的问题 对不对 我不就是 有些事情偏向我妈了嘛 对吧 如果是原则上的问题 那不可原谅 这个我心里清楚的 我也不是原则上的问题 年轻的时候打拼嘛 确实忽略了一些问题 我觉得你们都可以理解 如果真的 她把孩子打掉 把孩子放在家里 让你帮她照看 让爸爸看 爸爸能养她一辈子 你能承担你这个责任吗 道理也是这个道理 对吧 所以说这个时候 你一定得帮我劝劝她 好好的一个孩子去打了干什么 好不容易回起来 可是就算我给你们两个圈好了以后 你还不是要回浙江 还不是要跟你妈妈住在一块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房子已经买好了 车子也买好了 现在不需要再出去很远的地方了 我们就不跟妈妈住在一起单独住 有自己的小家 多好 对不对 困难的时候都熬过来了 现在狗币呢 我估计你想她跟你回浙江恐怕有点困难 这个事情我也想过 我也可以到你们这边来 到你们这边来发展 我既然在那边能发展起来 我到这边来也一定能行 这样的话你的工作也解决了 你们这个地方是这么的 你看哈 年轻历壮都出门去打工了 就有几个流水老人在家里面 那我们把这个地集中起来 干点咱们自己的事情 想想办法 对 那你的工费解决了 咱们一家人齐都用在一起 多好的事情 是 也对 我也想在家里干点事 对嘛 好好的一个家庭 这样咱们才算是 所谓的一个家庭 那行 我都愿意放弃浙江那边的东西 我到这边来还有什么好说 你忍心看着你姐姐就是这样一辈子 那行吧 我留努力吧 我留努力去帮你们劝劝吧 对 对 你就帮帮我再帮帮我 你就帮我劝劝 那行吧 走吧走吧 你开吧 你开 姐姐 你刚好跟他在一起 你们两个怎么在一起 你刚好跟他在一起 你们两个怎么在一起 你刚好带着孩子也不容易 你让姐夫大奶奶过来 也来了有几天了 有什么事情能做起来 好好商量一下 你现在怎么帮着他说话了 哦 你不是拿他什么好处了吧 姐你说什么 我是那样的人吗 我还不了解你 我也是为了这个家庭 你不要这样说嘛 弟弟他也是因为你 对不对 回来了这么几天了 还有你 你以为找他就有用是不是 不是找他有用 他毕竟是一家人 为什么是说是找他呢 他也是为我们好 我跟你说你们都给我走 还有你 你也不要叫我姐 真的 等等 姐有什么事好好说吗 没有什么好说的 我跟他没有什么好说的 姐 我不可能原谅他 没什么好说的 等等 姐 姐 姐你先把门开开好不好 走 我们两个都弄走 不要喊我姐 你看姐夫这是弄的 弟弟 等一下 上车嘛 先上车 你看这个是姐夫 你看这个是姐夫 你一定得帮我 那多不好意思 这个事情 一定得帮我 好吧 想见你千万块帮我 好吧 我再留拥地帮 我相信我在这个家说话 还是有点分量的 这个事情只有你了 好的 放心 还有 你跟爸爸也好好说一下 让爸爸也来帮忙 好的 你放心吧 抱着我身上 对 对了 那个车钥匙 车钥匙 在车里面 你自己开去就行了 好的 改上去过后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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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